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 昨晚湖南京市直播大事件成功的直播了决战南宁世界职业搏击冠军赛 145秒完胜日本拳王 湖南拳王杨建平的精彩表现征服了所有观众 从杨建平出场开始 本场比赛就正式进入到了高潮 所有的欢呼声都在向这名湖南牙子致敬 杨建平也没有让所有观众失望 面对满头红发的日本神秘拳手板野希望 两人第一次交腿杨建平就获得了绝对优势 杨建平采用格斗技术中的地面滚桥将板野压在了身下 拳头如同雨点一样砸下 不过擅长柔树的日本拳手很快将杨建平支撑了起来 此时全场比赛最精彩的一幕上演了 他说漂亮漂亮 太精彩了 杨建平再次控制住了对手 不过这正是板野发挥其擅长地面柔树的机会 但是在过去两个月的备战中苦练地面技术的杨建平 不会再给对手任何机会 在板野希望拼命坚持想度过第一回合时 杨建平拿住他的右手突然向后一坐 以腿孤住了板野希望的脖颈 这是综合格斗中著名的十字顾锁技术 此时胜负已分 板野在右手可能被扳断的情况下 只能拍了拍杨建平认输